面對危機就要趕緊突破啊 來看到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 近期民調支持度直直落 選情垫底是面臨六大接空呢 在今天那麼國民黨中常會當中 黨主席朱立倫宣布 聘任為侯友宜操盤選戰的張祈強 擔任國民黨副秘書長 而未來侯團隊也將要主打反黑金等議題 只是想要真正搶救第一名民調 黨內人士坦言重重之重 應該趕快跟郭涵來整合吧 現在來擔任本黨的副秘書長 也是侯友宜競選辦公室的執行長 負責操盤侯宜選戰的前西美市 副秘書長張祈強 這會現身黨中央常會 接下國民黨副秘書長一職 雙方關係終於有進展 我想兩邊的整合 兩邊的團結 兩邊的工作都能夠一起開展 侯團隊擬定將選戰議題 主打治安打擊 民進黨假消息 另外也針對黑金國安 經濟倒退等議題發表更多論述 黨中央和地方有共識 但後遺要拼2024更大難關接踵而來 選情墊底被形容六大街空 到底怎麼救 四大公投一句歲月靖好讓許多藍營支持者至今難以釋懷 侯宜甚至背負著藍皮綠谷罵名 前綠選民也一去不復返 目前我完全以市政為主 其他的都不是我考慮的範圍裡面 四年前得罪韓粉 侯友宜還沒撫平挺韓派累積不滿的情緒 緊接著又面臨郭台銘爭初選 四處拉攏南營地方派洩 總統因素讓侯友宜沒和解也難化解眼前阻礙 侯友宜如果能夠快速的去跟韓國瑜合體 去跟郭台銘碰面敞開心胸的 去把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都做一定程度的一些說明跟澄清來講話 這個部分對於侯友宜的一個聲勢 確實會有大政的一種可能性 拜會整合成了侯團隊當務之急 畢竟在侯友宜被徵招要選總統前 藍營大佬跟他實在沒交集 不管是侯友宜擔任警政署長 還是新北市長 一旦需要互動 侯友宜都是間接找人聯繫 而非跟國民黨務系統互動 都要謝謝每一個人 因為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挺我 不管是韓國瑜 或是有很多的好朋友們 我都非常的感謝 要求第一名民調侯儀 不僅要整合郭涵系統 還得趕快拉攏 藍營內部支持 真正團結拼大選 才有可能翻轉目前局勢 謝謝台北綜合報導